由徐静磊指导 吴亦凡 王立坤的人主演的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早已未应先热 先不说影片超人气的主创阵容 光是这片名便足以吸引观众们的眼球 不仅如此 在拍摄现场 我们的记者还拍到小鲜肉吴亦凡打篮球的英姿 那可真是帅到没朋友啊 由您所见 这里就是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拍摄地 美丽的捷克首都布拉格 看着复古优雅的城市景观 难怪剧组愿意不咬万里来到这里取景 眼前的美景看着小鲜也是醉了 差点忘记这次是来探班的 话说剧组的小伙伴都去哪了 找了一圈我们才发现 原来他们跑来打篮球了 快看 那个身穿球衣的少年 不就是男一号吴亦凡吗 打球打多久 其实很爱篮球是吧 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小鲜肉吴亦凡 还是个灌篮高手 这回小鞭捕捉到了他在球场上帅气的身影 各位粉丝可有眼福喽 这姿势 这球技简直帅到没朋友 别看到了一国他乡 咱们的吴亦凡同学依旧可以人气爆表 这就是偶像的魅力 看着吴亦凡运球上篮很是帅气 一旁的才女徐导也有些手痒 心动不如行动 老徐拿起篮球也来尝试一下 当真是看着容易坐起来难呀 不过区区上篮又如何难得到我们的才女徐静磊呢 很快他就掌握了要领 随后徐导越打越来劲 手感上来了 篮也篮不住 投击篮来那是百发百中 您瞧大伙在球场上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据小编了解 吴亦凡他们可不是纯娱乐 这是为了电影里的一段戏做准备 在摄影机前 我们的男一号可不能像平常那样随性地打球 他要时刻注意情绪和导演的要求 好 来几个快的 亦凡来几个更郁闷的 进不去球会砸球啊什么都可以 就这样打球的戏拍了一遍又一遍 还真是个体力活 更让大伙心疼的是 孝凡同学还意外受了点伤 不过就连受伤 人家也不忘给导演拍拍马屁 好像有导演这样的 贴心的照步之后感觉已经好多了 好像已经好 好像伤口已经好了一样 要说吴亦凡为了这次大荧幕首秀 也是蛮拼的 让我们期待他在荧幕上的帅气身影吧